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IOH講座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謝謝HPX社群網站創辦人 然後蔡明哲先生,他帶給我們的一句話 面對多變的未來,記得要保持好奇與勇氣 這會讓你獲得更多的樂趣 好,接下來首先這是我的目錄 然後會有自我介紹還有我的學校、戲所 然後興趣跟心得之類的 來,那我們首先進入到第一頁 第一頁呢,大家好,我就是吳若和 目前是大四的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設計組的大四身 那關於我呢,裡面有寫說真誠相待大啦啦 然後問題很多,我覺得我的個性就是 很常掃根莖,然後問題很多 多到就是我國中的時候啊 考完試的時候大家都舉手說 老師我要問問題 然後老師還叫大家的手先放下來說 先讓如何問完 等他問完的時候,你們大家的問題都被問到了 就是這麼多的問題 好,那下一頁是 這是照片中呢,是我的姐姐 然後我是算是單親 所以我覺得在我心中我就覺得 比較想要獨立起來 就會不干涉 就是說在我覺得我不足的地方 我也很想要去努力 另外一個是被肯定 因為我覺得 小時候覺得當怪學生啊,拿獎狀或是讀書 或讀好成績就會 就會把媽媽說你是怪學生 你很怪怎麼樣的 但是我越長大就會越覺得 就說 好像也不一定 就是其實別人 雖然 這個方面不是很好 但是 也有她 的 另外一方面說不定她也很厲害 然後照片中 這是我的媽媽 再來是 我的興趣呢 就是 我喜歡山、電影、音樂跟旅遊 還有運動 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 要定期出去 曬曬太陽的 一個 外向的人 再來是 我覺得 長輩緣 我覺得我應該蠻有長輩緣的 因為 跟他們講話的時候啊 我覺得我非常自在 然後他們也會 跟你講很多故事啊 然後完全就是 你可以不用經歷過他們那個年代 但是可以聽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跟 假如你跟 現在同學聊的一些話題 會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很喜歡聽故事 喜歡聽他們講故事 聽每一個人講故事 然後 跟 在講故事的當中 就不會有那種 看著手機科技冷漠那種感覺 再 再來是 關於我的話 還有一項是非常重要 我覺得是 佔我 人生中 到目前為止還 蠻大一部分的 就是游泳這個部分 然後 我是國小學游泳的 國小三年級 我的教練是 林仙薇教練 然後 我國小的話 就是 因為 會接受 團體訓練 但是因為我國小 我媽說我只有三分鐘熱度 所以我有時候練一練就不練了 但是幸好那時候 我媽有說要讓我 就是壓著我去練 所以我才 我覺得 到目前為止 我就覺得 嗯 我那時候幸好我 我媽媽有這樣壓著我練 然後我才會有今天的 今天的成果 然後 因為我媽不喜歡我做其他運動 她覺得會有運動傷害 所以在游泳的部分的話 她會比較支持 然後 裡面會有一些酸甜苦辣 像第一個 說謊去廁所 我跟教練說 因為那時候冬天也要游 游得很冷很冷 然後我就跟教練說 教練我要上廁所 結果跑去偷沖熱水 因為太冷了 嘴唇都會變成紫色 然後 沖完熱水出來 教練就說 你怎麼那麼久 然後我就說 我拉肚子 然後再來是牙齒流血 就是 就算我們比賽的時候 或是車演的時候 教練就會教你說 就算你的挖進進水的話 你也還是要 衝嘛 因為你 假如比賽的時候 你練這麼久 就是為了今天的比賽 如果你停下來的話 你就白費了 然後那時候就很聽話 然後就衝 然後就剛好 我的挖進進水 然後我就游游游 游到底的時候 我就撞到牆 然後我牙齒整個就流血了 再來是我覺得 教練很有耐心 因為我本身的 就是 很不耐操 我覺得 就是在教練的耐心 指導下 我覺得 很感謝他 然後 再來是得獎 就是 在比賽結束後 得獎的心情 我覺得非常 非常覺得有成果 然後 得到獎金呢 我還有有一次 拿去付我的游泳學費 然後我就覺得 好有成就感 然後 但是我中間有一度 就是停練 因為我覺得 我承受不了那種壓力 我 每天早上要 要起來練 然後 冬天也要練 然後又很累 然後就跟家裡媽媽吵架 但是之後還是有回去練 因為我覺得我的 很多好朋友啊 都還在訓練 然後 他們 我覺得那個團隊我覺得 我覺得 我會 想要跟他們繼續練下去 再來是我的食量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運動時間就會 非常的大 我在國小的時候 我每天早餐 都吃兩份早餐 然後 在我 生病中我覺得 出現 出現的是 轉列點的話 是救生員 然後我的教練 是劉俊宏教練 因為那時候 我上升了大學 我想要有一種 有一些那種 打工的經驗 大學生都會出去外面打工嘛 我就想說 我會游泳 我要去學救生 然後 我就去訓練 然後 訓練的同時 那時候 我去的時候啊 我剛好生理期 然後我也不會篩棉條 可是 因為如果你不練的話 這是一個訓練 你不練 你可能要 演到下一期 或是你這個次機會 就浪費掉了 所以我那時候 當天 回到家的時候 我叫我媽 叫我 塞棉條 然後從那次之後 我才學會 就是 生理期來的時候 才會塞棉條 然後那時候 也很厚臉皮的就是 因為我沒有交通工具 然後 去訓練的時候 交通 來回的話 都是給教練載 然後就是問教練說 可不可以載我 這樣 我覺得 有點厚臉皮 再來是我 賽傷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訓練 都是在室外 然後 太陽非常大 因為又是暑假 然後穿泳衣的話 就是 只有一件 然後整個 肩膀 我那時候肩膀 晒傷 然後很像 感覺有灼傷 就是非常的嚴重 到晚上還睡不著 就會很痛很痛 然後那時候就 就跟一些 同學啊 在訓練的時候 覺得有他們陪伴是很好的 因為 我覺得做很多事情 是一個人很難 但是一群人做的話 會非常的有動力 也比較有 堅持下去的 那個感覺 然後 考完救生員的時候 我覺得 我長大了 就是有種里程碑的感覺 所以我 現在 經過那個 一些 救生啊 或是繼續經濟的 一些其他 跟海有關的訓練之外 我就會特別 變成我 蠻了解海洋 就是其實我 雖然是 游泳很厲害 也不算很厲害 就是有訓練過 但是 我到了海那邊 就不代表 我不會溺水 所以 我 因為 這方面 然後我學會了去 了解海洋 嗯 再來是 關於我的 是為什麼 我會要去 繪畫呢 因為 在我高二的時候啊 我就看到我姐姐 因為 美術畫畫 考上國立大學 然後那時候 我媽媽跟我講說 你考上國立大學 我才幫你出學費 然後對一個 我經濟來說 我非常需要 就是我媽幫我出學費 所以我想說 好 我讀書沒有很厲害 那我也來 考畫畫好了 我也不討厭畫畫 也蠻喜歡的 所以我就 學著姐姐的腳步啊 然後 從大 高二的時候 去學畫畫 然後 考完術科 然後 在田志願 所以才考上國立大學 然後 圖片中 這些是我的高中同學 我們雖然不是正式的美術班 但是 有一群都是 喜歡畫畫的人 聚在一個班級 我覺得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因為那時候 我們的 那個 畫畫的老師 也 也蠻贊成這個 這個班級 然後 對於一些畫畫啊 還推薦我們一些畫師的老師啊 然後大家感情就非常的好 然後 像照片中 就是我們雖然畢業了 但是 只要 就是 班級 再揪一揪的話 然後 就會非常多人 還會自己辦那個 運動會之類的 那我覺得 在一個團體生活裡面 大家感情這麼好 我會 非常的開心 再來是 我想成為大家相信的人 因為我覺得這句話 就是 我相信你的話 我覺得非常 難得的一句話 要一個人相信你 其實不容易 然後會給我很大的信心 我覺得 互相信 真的是我們 兩個 那個 關係來說 我覺得是 很好一個肯定的那種感覺 然後也會讓 同時讓 我們 雙方啊 或是 一個團體 大家互相之間 都會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 我想成為大家相信的人 然後我覺得 有一句話我很喜歡 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 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很遠 我雖然很多事情就是想求快 想一個人做自己做得來 但是我覺得在團體裡面 雖然有時候會 比較多摩擦 但是我覺得 在經過磨合期間啊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 然後有一個團體的感覺 是非常好的 然後就會覺得一路上並不孤單 再來是我要介紹 我的 學校 清華大學 我們校區呢 有分成校本部和南校區 分成兩個校區的原因是因為 之前 那個 我是新竹教育大學的 然後之後併校了 變成校本部跟南校區 然後 清華大學的話 有很 就是 還蠻 兩校之間 我們清華大學跟交大有蠻重要的一個比賽 叫做美足賽 然後 像是很多運動啊 都會在那時候舉辦 然後我覺得這兩校之間是非常 盛大的一個活動 然後再來是我們學校圖書館 校本部的圖書館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美 裡面的 設施我覺得都非常好 就是沒見過 哇 超好的 裡面有什麼 還有語音區啊 或是一些練習室啊 然後 裡面的環境 我覺得也是很棒的 再來這張圖呢 就是 那個 地理位置圖 再來是 紅標的地方 就是 新竹火車站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 就是你只要 搭火車到了 新竹火車站之後呢 然後 左下角那邊就是 南校區 然後 右下角呢 就是清華大學校本部 兩校之間距離的話 騎摩托車的話 15分鐘是可以到 然後 離火車站也很近 然後 附近交通我覺得也很方便 然後 附近 其實吃的也很多 再來是校本部的陽氣很盛 我查了資料以電機器 電機資訊學院來說的話 男生81% 女生19% 我覺得 這男女比例其實 差蠻多的 所以就可見的男生 大於女生很多 然後 校本部呢 校地非常大 裡面有棒球場啊 操場 泳池啊 然後宿舍啊 各個戲所大樓啊 還有校車 然後我覺得就是 可以打棒球的學校就是 非常的大 因為你 棒球的那個 場地需要非常大 然後需要有校車上下 那個接送的話 其實可以 可以想像的到校區是非常的大 然後再來是男校區的話 很多妹子 男校區的話 比較屬於有音樂 音樂學系啊 然後美術系啊 或是 一些教育學院的那 那些戲所 所以女生的話 以我們 藝術學院來 做例子的話 男生22% 女生是78% 女生多於男生很多 而我這一屆的話 我們班 女生有三十幾位 然後男生的話 只有三位 男校區到 新竹火車站的話 我們學校出去 就有U-bike 所以其實很方便 騎U-bike 10分鐘到 新竹火車站 就可以 可以非常的 方便 然後校地面積不大 我覺得啦 因為 差不多我進去逛個10分鐘 應該就可以逛完了 相較於校本部的話 我們那個 南校區的校地面積 其實算小的 再來是住宿的部分 目前的話 大一大二有保障住宿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棒的 然後 因為住宿的話 其實 相較於租外面 的費用 是比較便宜 然後你也可以體驗 就是跟同學 同時有 三位啊 或是 五人 六人一間的住宿 然後 其實 住學校 或是住外面的話 都可以體驗 然後 我覺得要試過住宿的感覺 因為你可以 同一系數的人 住在一起 然後 每天啊 生活作息 然後都可以體驗 不一樣的生活 相較於高中 或是以前的話 然後 就會非常的有趣 再來是資源 666 我覺得 我們 學校在 病校之後呢 資源我又感受到非常的多 我清華大學的姐妹校就有分散到五大週啊 然後 簽約學校也兩百多間 然後 我覺得每年 清華大學出去申請交換的學生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多 在我認識 有一些同學之後呢 然後他們就會說 我要申請去哪裡啊 什麼 我明年要去哪裡啊 我打算去哪裡的都有 然後 再來是多元的部分 我覺得 學校有很多資源 像是文化交流 就是 有提供這個 文化交流的那個 資訊的話 就可以去申請 你可能可以去別的國家做文化交流 我覺得很棒 然後社團的話 我覺得也很多元 有 大家都想像的到的社啊 像熱舞啊 熱音 吉他社啊 然後 或是有一些 你想不到的社團呢 可能或許都也有 然後 我覺得是 我覺得 社團數量是我覺得 蠻多元的 然後再來是不同的領域 我覺得戲所 戲所的多樣化 會讓我覺得 如果你在認識 其他同學的話 你可以 聊到不同的話題 你可以知道不同的知識 然後 學校的話 演講我覺得也是辦了很多場 會不定時的一起 會邀請外面的外界 就是 外界的工作人士啊 或是一些企業的大老闆 或是一些藝術家 然後來做演講 然後我們學生呢 都可以去做登記 去聽演講 我覺得非常的 對於我們的一些知識 或是一些靈感 非常有幫助 再來是我們要介紹一下 清華大學的地理環境 附近呢 會有城隍廟 十八尖山 波公館 動物園 還有竹科跟交大 我覺得這些地方呢 都是需要有交通工具的 雖然你可以走路可以到 但是還是要走非常久 如果U-bike的話也是可以 最好的話 還是需要有一台的摩托車 然後 我覺得在新竹 非常需要的就是看路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是 騎車非常的快 開車也非常的快 就是你可能 像我在學校 我要過去學校對面 我光是等一個紅綠燈 如果我不 稍微的就是 我想要過去的那種感覺的話 你只要車多的話 我可能要等第二個紅綠燈 我才過得去對面 明明就是 我在學校對面 然後還要過兩個紅綠燈 才能過得去 然後再來是 我覺得 就是清華大學啊 然後在新竹這個地方 很自然 然後風也非常的大 然後大樓就也非常的少 算是一個很環境清優的地方 因為我比較喜歡到戶外 然後到山區那邊去放鬆 所以 只要學校差不多騎個摩托車啊 然後代步一下 其實就可以到山裡面 然後去吸收分多金 我覺得 清優的環境我很喜歡 再來是交通工具 你要趴趴走的話呢 這些工具是不可少的 雖然都是可以走路嘛 但是 只要能跟家裡 就說我要有個機車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方便 然後 其實 上網查的話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公車 新竹的公車非常的難等 也沒到非常 但是就是 你等過了一兩次之後 你就覺得 啊我不要再等 我寧願騎U-bike 然後校車的話來 兩班的車次其實 不多也不少 但是就是我 我有問過我同學 他說早八的課 就是有一班 如果你從南校區 你沒搭到內班 去校本部的話 你就一定會遲到 你下一班 就一定會超過上課時間 但是內班 你搭過去的話 又會提早到很多 像是七點多到 要等很久 但是 因為就是沒有交通工具的話 就是也沒辦法 或是你可能 請你的同學再也可以 然後 我在清華大學呢 我本身也是游泳校隊 然後照片裡面呢 就是我的 在2018年一起去 大專備游泳比賽的一些同學 然後在比賽過程中啊 就是 別人會跟你講說 你要跟自己比 不要跟別人比 因為 你要是看自己有沒有進步嘛 或許你不能跟別人一樣 這麼快 就是前幾名 但是 你至少在訓練過程中 你可能 對自己有所期許 然後跟自己 突破自己的話 這方面我覺得會非常的好 再來是 最重要的就是 我讀什麼系呢 藝術與設計學系 然後通常就說 你是設計師耶 然後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覺得壓力非常大 就是 你對我的期望非常的高 但是 但是我可能會 沒有說我那麼厲害 然後 有一些人就會 想說你是學設計系的 然後就說 你幫我畫一下畫啊 然後 你畫得比我好 你就幫我一下下 然後別人畫那樣是多少錢 然後你就隨便畫啊 反正你怎樣畫都好啊 然後畫完的時候 我在看啊 你一定畫得很好 然後結果畫出來不是他要的 然後我就 呃 他們都會叫你先畫 你先畫 然後 畫完都不是他們要的 然後就覺得 其實 嗯 我覺得 大家要體諒一下 藝術方面的那個同學 那入戲前準備 也是之前的準備 也是前的準備 然後我就會給你們一些建議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我們學系呢 就是一個手腦並用的學系 只要你喜歡就是材料的那個 材料 嘗試很多材料 或是你不怕噪音 因為我們工廠其實有大型的機器 然後或是有聚東西的聲音 或是有敲打的聲音 然後整棟就是戲管 就是在晚上也會有 有製作作品的聲音 如果你不怕的話 然後你又很喜歡動手做自己DIY做一些作品的話 你其實蠻適合我們戲的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嗯 自己動手做我還蠻喜歡的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我們的科系 再來是錢 錢的話 不 就是 是一定要的 我覺得相較於其他科系 可能或許他們說他們戲也很貴 要買很厚的書 要買很多的書 或是怎樣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戲也 花的錢也不少 因為你可能需要買自己的用具 或是有一些材料是耗材的 你需要再去購買 然後或是你一些用壞的啊 作品做壞的話 你可能都要再重新購買過用具 然後 所以 在大學的時候 我覺得 可以去做個打工啊 或是賺一點外快啊 其實是蠻好的 再來是電腦 電腦的話 對於我們 藝術設計學系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可能會有報告啊 或是軟體或是數位課 在大學裡面做報告其實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所以有 所以有一台電腦的話 其實是非常好的事情 或是你可以選擇桌電或是筆電 筆電的話你可能在一些課堂的時候 你可以帶去做報告 那桌電的話好處是 就是你可以用的設備 你可以自己挑比較好的設備 然後 所以電腦的話 其實在大學裡面 我覺得是 在你入系前 或是你要升大學以前呢 是非常必要的 必備一個東西 再來是 我們學系的話呢 會有看術科跟學科 術科的話 比較著重於 素描與創意表現 這個兩個科目 所以 如果你想要考我們系的話 這兩個科目非常要注意 再來是學科方面的話 國文跟英文是也是比較看重的 我們雖然不用去看其他數學啊 理科方面的 但是我們在這兩科方面的 注重程度的話 其實也是非常需要在 考大學以前去認真研讀的 然後我們術科的話 有五個科目 素描、創意表現、水墨跟書法是同一個 還有水彩跟藝術改論 然後這個科目呢 會分兩天考試 這是有關美術方面的 再來是 有人會問說 系上很忙嗎? 我覺得 作業量是算多 跟其他我同學 有些讀美術相關科系來說 作業量是多 然後進度也蠻快的 雖然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也是有它的好處 因為我們作品量會比較多 或是你想要繼續往研究所方面前進的話 你在製作作品集的話 這方面是非常的有幫助 然後 因為有人說就是設計器熬夜爆肝嘛 我覺得 其實 是要看個人耶 因為像我之前的直屬學姐 她其實 很有規劃 然後每天都可以早睡早起那種人 但是有些人就可能是熬夜 然後 我覺得 她可能是 就是你一直畫設計圖 你可能不滿意 所以你想要多畫 然後你就一直改版一直改版 然後最後才訂稿的時候 你已經浪費掉前面很多時間 所以後面製作的時間就會 會delay到 但是 其實我覺得想好 你只要想好的話 你後面做的速度就可以變快 對 再來是健康的部分 可以熬夜但是不要爆肝 我覺得 因為我們大學四年幾 四年了 然後整個都在熬夜爆肝的話 以後出社會還要用很久啊 身體很重要 其實 你就算很努力很努力 但是我覺得 你沒了健康 我覺得 你可能 你可能會 身體狀態又變不好 然後你作品就會持續的下降之類的 我覺得 需要一個很好的身體 跟一個很好的心態 再來是 安排 安排 你可以想說你要充實 或是你要混混的過了大學四年 其實混的話 你可能就是翹課啊 作業隨便教啊 然後就 大學四年就過了 然後你會覺得沒什麼 但是 如果你充實的去安排的話 其實學校裡面就是很 有很多資源 然後你可以接觸到各類各式各樣的族群啊 或是領域 然後我覺得是非常的棒 所以我建議大學不要聽一些家長說什麼 大學就是有你玩四年啊 很輕鬆啊 沒有早八 大師科那麼少之類的話 我覺得其實你會安排的話 你其實可以很充實的 再來我介紹一下我們 藝術與設計學系的特色 我們呢 有分成設計組跟創作組 設計組的話 就像我說的 比較是屬於手作類 然後DIY工藝型的 那創作組的話 就是繪畫類 美術應用 就他們會有學什麼 國 就是書法那種 然後要不然就是油畫 或是一些膠材畫 等等的 那我們今年呢 2018年有了第一屆的 藝術學院學士班 因為合併之後 每個學院都會有一個學士班 所以我們在合併之後呢 2018年是第一屆 那 學士班呢 在大一的時候啊 就是 會 你可以去學別 你可以去看看別人的科目 就是 你可能有第二專長 就是 在你畢業證書上面 你會有寫到第二專長 然後 他們 學士班呢 是不採技術科 所以其實你考試 如果不會畫畫 沒有考術科的話 也不用擔心 他們是 比較走 像那個數位科 科技那方面 然後 第二專長的話 我覺得這個 是非常好的 因為 你可以 修別人的課 可是他會固定 你要修哪些課 但是你修完之後呢 你就會有第二專長 在履歷上面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 可以幫助自己增加不同領域的方面 然後我們學校的戲管啊 永遠是校內的燈塔 在晚上 就是你可能去學校逛一逛啊 晚上十點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戲管 永遠就是很亮的 就是你只要 你只要晚上進去我們南校區 你想說哪一個是藝術設計學系的戲管 你只要看哪一棟最亮的話 就是那一棟了 然後我們呢 的那個 戲管呢 假日也是可以申請 所以有可能你在假日 來到我們學校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校內是 那一棟是亮的 再來是個人計畫 就是你們班級你可以有 就是做一個班展 要不然就是你有設計好的作品 你可以去外面參加比賽 然後 或是你可以去學不同師傅的記憶 因為我們不可能學校教就是 每個每個東西都有 所以有一些可能像是竹編啊 或是皮革啊等等的 其實你想學的話 你只要去詢問學校老師 他們就會建議你去哪裡學啊 或是你問學長姐也可以 然後我們學校也有 算是有教育學系的嘛 所以你可以也可以去考考看 那個小教的師陪中心課程 再來是創作的部分 我們戲的話是比較走創作 你有想法 然後你又同時可以自己製作 然後也有數位的功能 所以你在整個流程下來 從一開始你的想法再來 你的製作過程你也學到了 然後你的成品也有 或是你可能成品 你可能要做一些修圖啊 或是做一些海報的話 你的這些能力都有 再來是我一定要推薦的是 我們的主任很可愛 裡面照片中是他在做玻璃的 認真的照片是我偷拍的 然後我們主任是留學過日本 他非常的熱心 然後人也非常的好 然後你來我們學校的話 一定要認識他 叫做消民屯主任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呢 就是非常的難找 除了這個其他我覺得都非常好 就是他因為真的很忙 又是主任 然後又要去開會 然後又要教課非常的忙 但是你就是建議大家一定要認識他 再來我講一下我們戲上有哪些活動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大義進來會有銀心 再來是之後會有金龜獎 金龜獎的話我覺得算是比較有 就是你有個人才藝的話 你可以在金龜獎的時候表演 然後那時候表演的時候大家會製作紙球 就是假如你這個表演就是來亂的話 或是你表演你的損友啊 看到你表演的話就會 就丟你紙球啊 然後一直被紙球砸到 然後還有送舊的部分 送舊的話就是 大一到大三歡送學長姐畢業 然後也會晚上也會有活動 也是會好像大一啊或大二 然後還有大三會可能拍一齣戲劇啊 或是一些表演然後一起送學長姐 再來還有藝術超市 就是我們可以製作一些作品 在藝術超市的時候可以做販賣 這是大概一些戲上的活動 然後另外的話你們自己班級裡面 也可以有一些活動 不極限於戲上 因為你們班級可能有什麼 Halloween啊或是 戲上的什麼交換禮物啊之類等等的 再來是我們戲呢有哪些的資源 第一個就是我覺得是獎學金的部分 有李哲攀獎學金 除了這些獎學金之外呢 其實校外或是校內有比賽增見的話 你都可以去多做參加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設計比賽啊 你雖然那個比賽不是你擅長 但是你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或是你可以知道自己 自己目前的 目前有沒有進步啊 然後比賽完之後 就是也說不定你可能有得到好成績啊 你可以作為你那個人生 一樣重要的經驗嘛 就累積一些經驗 再來是我們戲呢有工廠跟機器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我們在製作方面有自己工廠 然後你可以從一塊還沒處理好的木頭啊 到你處理完之後呢 然後你就可以做裁切的部分 然後再做然後組合 所以或是有一些機器是你可以直接非常方便 你就不用用手去做 然後我覺得非常好 再來是我問過主任啊 他說另外就是我們大肆的時候 有個人的創作空間 這是有些學校沒有的 其實我們有大肆有個人創作空間 是非常幸福的 因為學校工廠一定會放這麼多機器了 另外你還有自己的空間 你就不用從家裡東西又來回帶 你在學校的時候就可以有自己的空間 然後也比較好去做運用 也比較好去創作 然後再來是實習的部分 就是我們學校老師啊 你去問老師或是學長姐的話 他都會建議你啊 他在哪裡實習過 會給你一些蠻好的那個建議 然後像是在暑假的話 有兩個月嘛 就會跟你講哪邊啊 像是其實國內的話實習也有 但是國外的實習 像是大陸的話 其實我們學長姐也去實習過 再來是關於我們這個戲所的四年課程 然後圖片中呢 就是我們班的大合照 就是一看過去就是很多妹子 再來是學分 首先呢我覺得在大一的時候進來 我覺得跟學長姐詢問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你要怎麼去做選修啊 怎麼之類的 然後必修啊一定要去修嘛 就是可能有一些課是那老師很好 但是你可以直接去問學長姐的話 那你就可以知道那個 那老師怎麼樣是不是你想要的 所以在學分方面的話 我覺得多去問學長姐 再來是授課跟評分 我覺得因為我們不像題目 就是可能那題目啊 25題每題4分那麼的明確 那我們的評分的話是蠻主觀的 是以老師來做評分 所以有可能那個老師如果不喜歡你作品的話 沒關係 因為有些作品就是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就是不可能讓全世界喜歡同一個東西嘛 所以同時有好的也有壞的 然後我們也會用那個包容的心態 或是多去聽別人的意見 然後來自我的那個製作 然後於上課 然後授課的話 其實有些時候是會有分組的作業 然後也有個人的作業 我覺得我們戲的話 比較多是個人的作業 分組作業的話可能是選修課會有 那必修課那些的話 很多是著重於個人創作部分 你可以自己有一系列的作品 然後一系列的想法 那我首先說的是大一的課程呢 大一我覺得可以看到有素描啊 水墨設計繪畫造型藝術基礎 這些課我覺得都是讓我們在大一的時候 打好材質的了解 你要去試過很多材質 你才會知道那個材質的特性 你可以做彎曲啊 或是做重疊啊 或是重複的動作 然後會變出不一樣的變化 在大一的時候 課程比較屬於你去多嘗試 再來我們進入到大二開始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五個領域 五個領域的話就會有金工木工 陶藝跟玻璃還有立體 像我們從三角形的金字塔可以看到 大一就是基礎課程 到了大二呢就會有這五項 五項裡面最少至少要選三樣去選課 那你也可以選到四樣 如果你能力可以的話 你就可以多選沒關係 再來你從大二裡面 假如你選了三樣 修修修修修完大二之後呢 你到大三的時候 你就從這個三樣裡面 再挑兩樣去做修可 就是在往更專業的部分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所以到了大四的時候 你只會有一種的專業領域 但是不限制 假如你大四像我大四的話 就是木工組的 你不一定就是全部整個作品呢 都是只有木工木頭 你也可以在你大四以前 你修了哪些 可能覺得那些材料很有幫助的話 你其實可以做一個材料的融合 你可以去做搭配 所以不用擔心 再來是我們大三以前 每個學期都一定會有共評 而這共評是什麼呢 就是你在每學期結束之後 你會把那天 就是共評會選學期末的某一天 你在那天的時候 你會把你整個學期裡面的作品 全部都拿出來 都擺好 然後架設好 不管是你哪一刻的作業 你只要有作品 你想要擺出來的話 你就放 然後你們班同學 也會放在同一個空間 就是大家照號碼 就排排排排排 然後你就看到 全部各種材質的作品 然後你在那天就可以 有老師會審查 RUN過一遍之後呢 接下來的時間就是讓大家去逛 然後去看同學的作品 你可以去參考 或是你覺得他的想法很好 在那天你同時可以看到 大三大二還有大一的作品 我覺得 而且是開放給其他戲也可以參觀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 然後也在那天就是 非常的爆肝 因為在共評來的之前 我們當天要把全部作品放完 所以我們在那之前一定要把各種作業 作品都做完 ending好 所以在那周呢我覺得是 最常看到大家非常疲累的一天 然後都是非常熬夜啊 我曾經有看到有一個同學 他就是 他是創作主的 然後呢他就是要熬夜去畫畫嘛 他那天就住習慣 然後呢我早上遇到他的時候啊 我說欸你要回家了 就是熬夜晚 我也以為他熬夜晚要回家 結果殊不知他說沒有啊 我只是回去拿個牙刷 然後刷完我要繼續在戲館做作業 就是 只是拿個牙刷而已 那我覺得蠻特別的 再來是圖片中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戲我修了哪些課我的作品 像圖中的左邊 左半部分呢就是陶藝課程 那是我製作的一個金魚尾巴 然後再來 右邊的部分的話 是我大二修的金工課程 那個金工的話 上面的繩子呢 也是我自己去上網找資料 上網學習怎麼編法 就是你整個作品呢 其實是都有出自於個人 都是你自己的創作部分 自己去找資料做出來的 然後上面的紋路的話 還有一些造型 可能就是因為我對海 有非常的那種 跟他很有關聯 所以我在我的作品上 或是我運動的游泳方面 我會去做跟我作品做結合 然後做一些動物啊 跟海有關的東西 然後像是金工的那個技巧的話 就是腐蝕 然後老師其實都會教 再來要講一下我作品的心路歷程 像 像 舉三個例子好了 木工 金工跟討逸 你可以看到照片中啊 喔 左半邊是我的玻璃的那個 作品 然後是主刃腳的 主刃非常的棒 然後那是拖拉鑄照 再來呢 右邊的話就是木工 木工的話會 其實這是用工廠的機器做出來的 我不可能一個造型是我自己切出來的 我可能一定還是需要一些機器來輔助我製作這個作品 然後像那個筆啊 我之前就是可能在用機器的時候把那個木頭弄裂掉了 可能就要重新來過 重新切一個木頭重新計算 然後重新去用機器 然後玻璃的話可能就會是 你可能有哪些地方 內塊少 少了你要的什麼顏色 你可能就是你要重新的去做製作 然後 我們 越去製作的話 你就會越了解材質的特性 像是你可以看木紋 木紋的話有些是比較硬的 然後有些是 比較窄比較硬 然後有些是比較鬆的木質 然後你就可以在你 就是教學的過程當中 或是你做作品的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累積自己的那一些經驗 像乾濕度的部分的話 就是 陶藝客的部分 因為 如果你木那個 泥土太乾的話 你可能不適合做拉配的動作 或是你要在兩個東西做結合的黏點的話 你可能也要考慮它的乾濕度 所以 我們對於一個材質的特性 是需要去了解的 再來是熔點的部分的話 就是 金弓的部分 金弓是需要用到火的 所以在熔點部分上面 就是要多做嘗試 你才會比較有經驗 再來這是我的木工 我來講解一下我的作品 這是一個鞋櫃 我在構想的部分 我可能就會畫了好幾個版本 我要上網查很多資料 我想說這個東西我想要用什麼技法 我要怎麼去拼接 然後我木頭要什麼顏色 所以在前置想法的部分 其實我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再來是製作的部分的話 我可能有時候會算錯 算錯的話 我可能就要重新來過 不然就是要做調整 再來就是 你的作品的話 可能木頭會 太薄的話 你就是會彎 所以你就是 可能要做一些調整啊 再問學長姐 問老師 或是問同學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做一件作品 雖然看到成品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但是在製作過程當中啊 或是你的前置作業 是別人看不到的 然後這個作品的話 圖中的作品就是燈造的作品 裡面的木頭也是自己 從原本一片毛毛的木頭啊 去把那個木頭用品 然後用機器去用過 然後畫質好圖之後呢 然後再進行去一些做機器 自己去切出來 然後也學了一些筍 所以你看到圖中的照片 沒有用過一個螺絲 然後一個釘子都沒有 再來是 因為我們有學很多材質嘛 所以照片中的 右邊的那張照片 有藍藍綠綠的那個 就是我結合了玻璃的部分 玻璃從一塊透明的玻璃 然後我去加了顏色 或是加了一點質感 那會讓我的作品 感覺到我想要表達那種海洋的感覺 那我講一下其他我們有什麼 其他課程 我們有藝術治療 纖維藝術3D軟體啊 然後PS或是AI 其實這是我舉例的 其實我們還有更多課程都可以向我們詢問 那我們大四的話有畢業展 就是每年會辦的新一代設計展 而大四的話這個是才自由參加的部分 那我們大四在畢業展之前呢 我們會去布展的動作 我們就會請大三的學弟妹來幫忙我們一起布展 因為他們我們需要人手 而他們藉由幫忙我們的過程當中 明年就是換他們大四 他們會比較有概念說 你到新一代設計展你的狀況會是怎麼樣 你要怎麼去處理 你要怎麼去幫忙 然後大四畢業展的話 我是木工主 所以我是製作木工的部分 那我這次是也是以海洋與我 然後來做整個我想要呈現的風格 所以我的作品上面呢 可能會用一些海洋的材質 像我這次想要採取的是螺電 就是很像貝殼鑲嵌到木頭裡面 以海洋這種材質 然後海洋的圖案 然後海洋與我的故事來結合到我的作品上面 那我們的作品呢 在大四要去新一代的時候 我們會先寫企劃書這個部分 企劃書是在我大四的時候 我才會了解到企劃書的重要性 然後也比較去寫它 因為企劃書裡面會寫說 你要動機 你為什麼想這麼做 然後設計理念的話 他就會問你說 你為什麼這麼做 那你可能為什麼要這樣結合 然後你有哪些參考資料 你有哪些圖片是你 就是可以讓你更能想像到那個畫面 你的作品是不是很符合這個空間 再來是你的規劃時間也要寫出來 就是比較可以去掌握你的作品進度 你也可能比較好有那個彈性去做微調 再來是我們企劃書呢 會有老師會來審查 因為老師審查手上就會看你的企劃書 然後會先用紙本想一目了然的 就是看你的整個構思 然後有沒有完整 然後你就可以從企劃書裡面學習到 你要怎麼給人家評審老師一看到 就了解你要表達的是什麼 再來是拜師學藝的部分 也不是那種非常知道跪下來老師請你教我吧 那種感覺 就是我們校內教的領域其實有限 所以像是其他領域像是主編、羅電或是皮革的話 我們學校老師或是一些學長姐都會建議你去跟哪個師父學啊 因為那些師父我覺得他們 年紀雖然比較大 他們都是想要讓你了解這個 他本身的工藝 像是主編 他想讓你了解主編 他就會很樂意的教你 然後我們主編那個 校外主編老師非常的可愛 就是你去學的話 你只要付材料費 然後學費他不會跟你另外多收 然後雖然是要搭火車才會到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 再來是羅電的部分的話 是跟我們學校很近 就在我們南校區的附近 然後那個師父對於羅電這方面非常的有研究 然後也是非常工藝非常好的一個老師 再來是皮革的話 我們雖然學校裡面沒有皮革課 但是有一些校外課程開了一些皮革課 像我們班有些人就糾團一起去學皮革 然後學到現在他可能可以自己設計 然後自己製作自己想要的作品 再來是我覺得大學的話要適應不同的老師 有一種就可能是從老師身上學習 你可以從老師身上 老師身上有很多知識有很多經驗 你去問老師的話 老師會跟你講這樣怎麼做比較好 或是這樣的才子可能性是什麼 然後像我就是問了我的主任 然後就知道說我們系友跟上月教育大學來做交換的部分 然後我們日文等級的話是N3 所以你就可以去做交換 所以你不要怕問 有些老師就是你不問他的話 你就不知道他有什麼可以學習 所以你要去問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從網路上學習 有些老師就可能希望是你去上網找資料 因為現在網路很發達 你在上面其實可以找到各種不同資料 不管是國內或是國外 然後或是一些書籍的資料都非常的豐富 然後你可以從網路上找到有哪些展覽啊 幾日到幾日啊 或是未來有什麼展覽可以去做購買啊 或是去買那個票嘛 然後或是去參觀的部分 再來是實習的話 一些網路的資訊你可以知道 喔國外現在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實習 或是去參觀的部分 再來是授課的方式 授課方式我前面有說過就是 有個人也有單人的 然後再到大勢 就是大三以前就是個人個人作品 然後老師出什麼作業 你就可以教什麼作品 然後到大勢的話就是 因為你要去做展覽的部分 會分組 每個人就會只有一項嘛 那時候的授課方式呢 就會比較像老師對於你們這組 就是會跟你們開會 會跟你們討論 你就不會同時間有好多老師 你就可以單一的比較有專業的部分 嗯 再來是靈感的部分 很多人會想說那靈感要從哪裡來 你可以多去從哪裡尋找 我覺得可以從展覽啊 或是夜晚 夜晚就是我覺得是 到了夜晚你就可能非常有 情趣或是情感 你就是文師全用啊 然後你有什麼感性 然後你就可以畫得非常的順利 那討論的部分 我也覺得也是非常好 因為你同班同學 你在上完課之後 每個人吸收的那個程度不一樣 然後你可以藉由討論啊 或是一些書籍啊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想法 再來是旅遊 我覺得旅遊這個部分很重要 像我在大一大二之前 我就剛開始進去 我就很緊張 想說怎麼辦 怎樣畢業好 然後我就會一直瘋狂的做作業 人家找我出去玩 我不出去 我就想說不行 我作業還沒做完 但是我後來覺得 我這樣壓迫自己 其實也沒有到非常的好 你要適度的出去看看 出去走走 你會有不同的靈感或是想法 或許你會對 你人生會有不同的一些概念 所以定期的出去旅遊的話 我覺得對靈感是非常的有幫助的 然後 其實我在進這個科系的時候 我那時候 我大一我就覺得自己是炮灰 因為我不是本身就是學美術出身 我也不是美術版的 然後進來之後覺得 哇身邊的世界的人都不一樣 來自各個地方 然後各個領域 各個學校都很厲害 然後我覺得完蛋我必不了業 我成績一定很爛 我一定要非常的認真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 大一的時候還常常回去畫室 說老師教我畫 老師這筆戒我 老師這怎麼用 然後到大二之後啊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是老屁股了 然後都知道要怎麼去做 然後怎麼去找資料 然後 就比較早回去找畫室老師了 非常對不起他 再來是相似學群 我比較舉例一下七個學群 但是我非 不是專業 但是我可以做介紹 一個是美術 應用美術 就是你可能做繪畫相關的之類 比較著重於這個部分 第二種的話是建築室內跟景觀 就可以從字面上看到有這種分別 你就可以以這個區別你想要的是怎樣的東西 然後去做選系 第三個是視覺商業設計 然後我現在就是 我們學校的設計組呢 就是屬於這個學系的 這個分類的 再來是工業產品設計 然後裡面有什麼工藝啊造型啊 商業創意產品 再來下一個是時尚設計 時尚裡面就可能有服裝 資品然後數位時尚跟時尚 有很多科系可以去做選擇 那還有再來是廣告 廣告有圖文傳播或是廣告 然後還有文化創意 文化創意的話 就是有這兩個學系可以去做參考 然後詳細的話 你可能可以上網查個資料 再來是關於我們系的話 有些家長會想說有什麼出路 然後其實我覺得我們出路後來 在經過別人討論之後 我覺得有比較明確的方向 因為我們知道製作的程序 我們會知道這個材質 我們也知道製作過程 所以我們很像就是設計師 有些設計師是專門設計的 但是他跟師傅之間 他們不知道怎麼去做溝通 因為可能設計師那個構想很好 但是師傅知道這個製作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不合理的 這個沒辦法做出來 或是說你要另外設計出另外一款東西 才比較適合這個東西 所以設計師跟師傅之間 我們很像在中間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做他們的橋樑 來跟師傅跟設計師之間來做溝通的部分 所以我們有很廣的一些舉例上面來說的話 就是有網頁、平面、美工包裝、多媒體 或是個人工作室 或是一些美術老師或是一些會展的人員 其實都有 像是我們學長姐去哪裡 像我有遇到過就是學姐去大陸 就像做我剛剛說的就是很像中間的那個重要的人物 你在設計師跟師傅之間做橋樑 然後還有學長姐就是自己做一個工作室 然後自己讓人家體驗課程 或是自己做一些作品再送出去比賽參展之類的 再來還有美術教學 因為我們可以自己做一些教材嘛 然後本身也一定有一定的繪畫功力 所以在美術教學的部分其實也是非常的可以的 然後再來是我在大學裡面啊 最印象的課程就是我喜歡做中學DIY 所以我印象的課程有纖維藝術 然後我的老師呢是尤惠君老師 像我圖片中的那是我織的那個圍巾 然後老師會教你很多種織法 然後你可以去做變化 然後你的毛線的顏色也可以去做自己的搭配 然後如果你有想要什麼造型或是什麼東西做不出來的話 老師都會很願意說你就去想 你只要想得出來我就跟你討論 然後沒有一定說你會限制你說你要怎麼做你怎麼做 在於創作的部分來說給了我們很大的自由 然後我覺得纖維藝術非常好的就是材料容易準備 然後用不到工廠的機器 你可以自己在家裡動手做 然後材料的話你只要去買回來 你可以有不同的顏色搭配 你也可以邀請同學一起做 不然就是你教家人一起做也可以 那另外一個是鑽科課 是吳正中老師 這個課呢是我在大一的那時候 我就覺得很想學的課 可是那個時候因為大一進來 不要修比較多課就沒有去修他的課 然後到了我現在大四呢終於修到他的課 然後圖片中也是我的照片 然後我目前正在做的作業 然後刻了兩面 然後他的特點呢我覺得也是 這材料容易準備 然後刻完就是很有成就感 就覺得雖然沒有刻的很專業 但是我覺得在我試過之後 然後就是非常的有這種成就感 然後這東西也非常的有橄欖力 我就會想要再去多買石頭 或是我刻完我可以送人 我刻完我放著我也會很喜歡 然後那個老師是大一的時候教我們 水墨課的老師 然後那時候我超超好笑 我上課的時候 我那時候因為沒帶東西 然後我也不知道幹嘛 我想說我翹課好了 然後我正要準備跟我次友一起翹課的時候 那老師就走過來 就看了我們一下 沒東西然後點了一個頭 然後就說完蛋老師認出來了 然後我就被認出來之後 然後我馬上轉過去跟我同學講說 老師認出我們來了 我今天不是穿得很體育系嗎 因為我是比較運動的女生 然後所以班上有可能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考錯系 你是不是讀錯系啊什麼之類的 就叫我學長之類的 因為我比較體育感 然後就是在那時候啊 我同學就說就會叫我學長 然後我就說不要我要當學姐 然後我就好我就穿裙子我就畫口紅 然後同學說欸你今天要化妝 我說沒有 我只有擦口紅而已 我要當學姐 然後我同學就說 沒有啊你只是從一個學長 變成一個會化妝的學長 然後我就殺眼 再來是有關我的課外活動的部分 像課外活動的部分的話 有分系內跟系外 我就很喜歡動起來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系外的話 我們就是有那個玻璃工藝射 然後我們射的話就可能可以 像這個射的話就是你自己燒玻璃 就是一個火槍換你前面 然後你要戴著墨鏡 然後你就兩邊拿著玻璃 然後在那邊燒 然後有時候燒的時候 有可能玻璃力量還噴出來 然後可能 然後一定要穿尾裙 因為你可能玻璃燒很熱 你掉下來的話你會燙到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可以製作自己的耳環啊 或是項鍊啊 我都 其實 做完你可以買 賣別人 你也可以送別人 我覺得 非常的棒 然後 其實還蠻容易上手的 然後你在冬天上這課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的暖 因為 大家都 都是有開火的嘛 然後就會很暖 可是你就會看到很酷的是 一排同學 全部都戴著墨鏡 然後很像科學怪的 在那邊燒玻璃燒玻璃 什麼之類的 再來是戲 戲上的話還有戲牌這個部分 那因為像我們 跟別的戲一樣 可能會有自己戲全國的一個運動賽事 但像我們美術相關的話呢 有一個叫做全美杯的運動 那就是每年都會有辦一次 然後北中南這樣輪流的在那邊辦比賽 然後 戲牌的話我覺得 也是非常的棒 就是跟戲上的學長姐可以 認識 或是跟學弟妹也可以認識 然後在練習過程當中 也可以非常的快樂 就是不要一直 在大學生活中只有作業 那我覺得事實的放鬆也是很棒的 再來我校外活動的話 還有去潛水 然後我的教練是王懷生教練 他教的潛水我非常的敬業 然後也帶我 也把我們的安全顧慮都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 他還會去國外潛水 所以我也有一次會跟他去菲律賓潛水 然後去了菲律賓是每天都在潛水 然後早上潛 晚上潛 然後下午潛 然後潛完的時候 你可能在菲律賓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晚上去做按摩啊 那些都是很舒服 然後也蠻便宜的 然後你就會看到國外的水質啊 然後或是國外的風土民情 或是就很像旅遊 然後對你的創作啊 或是一些概念啊 會更有幫助 再來是文化交流的部分 就是我說的那種大學裡面的資源 那我參加過兩次 然後一次是東北吉林大學 然後我覺得這個活動呢 我去到那邊我就像我就體驗到 然後第一次看到雪 第一次滑雪 就覺得他們的資源很豐富 然後也有文化差異的部分 可能他們的天氣地理關係啊 跟我們的很不一樣 然後再跟他們的同學之間做交流 然後不管是在建築方面 或是在文化方面 其實你都可以用觀察到 你們兩個地區不同之間的文化差別 再來這是我們的照片 然後我們這個申請呢 也是校內徵過去 每個人想要申請就丟參考那個 註審資料還有報名表之類的 然後你一起去的人 或許不是你認識的人 但是你在過去的時候 你們這個學校就會成為好朋友 然後又可以認識不同的人 再來第二個的話 就是北京人民大學 我在去他們學校做參觀的時候 感受到競爭力非常的強 然後市場也非常的廣大 人口數非常的眾多 所以你只要想像一下 他們每年的學生那麼多 畢業的話 人數也是一屆整個畢業 我就覺得那這些都是人才 就是他們系頂尖系 一畢業的話都是人才 然後覺得競爭力非常的強 然後 他們的人口非常的多 所以市場也非常的廣大 然後 在照片中的話 你可以看到就是 中國人民大學的照片 跟我去 因為你做去文化交流的部分 不只是跟學校之間做參觀 你可能他們也會帶你去參觀一些 地理啊 或是一些歷史的文物啊 像照片中的話就可能是我去故宮那邊參觀 就是因為有學校這個機會呢 讓我有機會去國外去見見其他不同的地方 再來是講一下我的經驗的部分 我就會在經驗的話 證照的部分我就想學習不同的經驗 我想要持續的在我可能想要增進的地方 持續的去考 像照片中可能是我去當裁判的照片 所以我想要累積更多我自己的實力 然後 如果有還有什麼徵兆 有機會的話 我都會去做嘗試 然後 語言的部分的話 我也會去努力的去做學習 然後讓自己更有不同的視野 再來是大專輩的游泳比賽 在游泳比賽的時候啊 我體驗到壓力非常的大 因為 那個就是很多大學都會來比賽 然後那一比的話就是三到四天 然後我覺得我的狀態 必須是非常的 可以控制的 因為我怕 你游泳的話你可能肚子痛 你就沒辦法去 就是 就游的狀態可能就會比平常的不好 所以我那時候那幾天就不敢亂吃 或是吃太飽 你馬上衝刺的話 你可能就會身體不舒服 所以我就會那時候 那幾天我吃的東西都只有 香蕉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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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算 就瘦了下來 因為我怕我亂吃的會 沒有掌控好自己的狀態 然後 壓力也會非常的大 再來是現代五香運動比賽 這個比賽呢 也是因為 我接觸到救生那個教練 然後他 帶我認識到這個比賽 這比賽呢 很 一般 很多人應該不太知道 這比賽就是 有五個項目 馬術啊 跑步 射擊啊 游泳西洋間 要在一天之內比玩 一天 然後是會覺得非常的特別 然後也非常需要 去考驗選手的實力 然後因為 他們有些專門訓練 這個五香的選手啊 在高雄男子部分 我覺得非常佩服他們 是因為他們 每天的訓練量非常的大 同時間 你又要 一天比玩那麼多賽 然後你要學習那麼多種的 那個運動項目 我覺得其實是 非常不容易的 很佩服他們 然後我體驗到這種比賽之後 我覺得 自己實力還是有 跟別人差距滿大的 再來是 因為 有世大運嘛 真的有世大運 然後有志工的部分 我也藉由我本身游泳的能力呢 然後去報名了 那個 世大運志工的救生員 然後也可以在那個機會下 然後看到那個 就是整個 舉辦的那個專業度啊 或是一些規模啊 或是一些 選手他們是怎麼去 游 游法 那我那時候就可以近距離接觸那些選手 然後就硬要跟他們拍照 然後還很不好意思 然後他們選手 我覺得在那時候 我注意到 為什麼 要幫選手準備冰塊 冰水 然後他們一比完賽就會泡進去 是因為他們好像 瞬間的發力完 然後整個肌肉是很熱很熱 然後要降溫 然後 就會感覺到不一樣的那種 就是 覺得 哇 選手欸 他就是很專業 再來是 我的心得與收穫 成 我覺得我 我學會了成長 因為我 像之前剛剛說 我大意找畫師老師 我那時候什麼 就是很 什麼都很擔心 然後什麼也不會 但是我學會了去找資料 我覺得 我學會去處理 我去找方法 然後不像是高中 跟高中不一樣 老師都會幫你 排好進度 然後幫你弄好資料 然後發考卷給你 但是大學有些時候 並不是這樣 你可能要自己去找方法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就是 學校資源 真的是可以多利用 因為 你可能 可能就是 你的能力 有些還不到 但是你 運用了這些資源 然後 你可以有更好的 那個發展 或是更好的 視野 去接觸 任何不同的事情 然後 你可能也可以 在各種不同領域上面 都可以去做接觸 所以 要去尋找 然後去嘗試 不要怕失敗 像我之前的文化交流的活動 我其實 有投過很多次 申請過很多次 雖然都沒有上 但是我還是不放棄的 繼續投 繼續申請 所以 然後會讓我有機會 等到我上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去國外去見見市面這樣 再來是 也有目標 社團營或是 課外活動可以去參加 然後 就是 或許可以讓你自己的目標更明確 你要去多接觸 你才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不可能 有些時候不可能 一試你就知道 這個就是你要的東西 你可能多去嘗 就是嘗試的話 然後你可以更了解說 你要的是什麼 你越多想法的話 你可以整合出你越明確 你要的是什麼 再來是 我想 覺得非常好的一句話就是 你無法給生命增加時間 但是 你可以給時間增加生命 就是 時間是雖然是掌握在自己手裡 而你可以給予它生命 你想要怎麼去做選擇 這是非常 非常就是 就是在你人生當中你可以做一個規劃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一句話送給大家 然後 以上是我的IOH講座 然後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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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